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相信大家都知道,小编手上的是百香果和橘子 而且也经常吃 那么很多人就会有一个疑虑 那就是,百香果和橙子可以一起食用吗? 百香果性温,橙子性凉,两种食物一起吃并不冲突 而且吃百香果后,适量的吃橙子还能平定热性 百香果和橙子的营养成分并不冲突 所以两者是可以一起食用的 百香果和橙子都富含果酸等有机成分 一起吃的话,一起吃的太多容易刺激胃酸分泌 引起反酸等胃不适 所以一定要注意适量 小编建议一天吃一个橙子和一至两个百香果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可以适量的一起吃 但是不可以吃太多 今天小编就要教大家制作百香果橙子果汁 首先,我们先将百香果切拌 将果肉挖出来,放入一个碗里 接下来,我们将橙子去皮,切出果肉 将橙子放入角汁机中 加入适量的冰糖 再加入100毫升的凉开水 现在我们只需要将它搅成汁即可 将果汁倒入杯中 加入一勺的百香果 搅拌均匀就可以饮用了 喜欢冰冷的朋友还可以加入冰块哦 百香果橙子汁 味道酸甜富含维生素C和有基酸成分 有很好的生津止渴 开胃消食 润肺化痰 美白通便的功效 那么什么人群不可以食用百香果呢? 胃酸过多 胃溃疡者 不宜使用百香果 百香果味道很酸 含有丰富的果酸成分 食用之后会刺激胃酸大量分泌 因此胃酸过多 胃溃疡患者不易食用 以免加重症状 此外 我们吃百香果的时候 不应该以空腹状态吃 以免引起胃痛 再来 百香果能够开胃 刺激胃酸分泌 只会越吃越饿 饥饿的情况下 也不易吃百香果哦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小编 为大家带来的 百香果橙子汁 别忘了按赞和分享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